路口車輛等紅綠燈 人不防後方一台休旅車高速衝出來 速度之快幾乎沒有煞車 前方兩台車第一時間往前推撞位移 瞬間零件噴散 還有一台保險桿斷裂 自己往前閃避 五車连環狀 肇事車輛180度翻覆 引擎冒出白煙 起火燃燒 在附近上班的熱心民眾 趕快拿滅火器幫忙 協助駕駛從車內脫困 先到路邊休息 被推撞的駕駛 私立逃生還心有餘悸 而首當其衝的鷹色轎車 被撞後原地打轉 車尾變形臨間歪漏 四十五歲林姓駕駛 救出時 沒了呼吸心跳 鬆音後懸告不治 現場有四位商者 其中有一位歐卡 傳播已經沒有脈搏了 死亡車禍發生在雲林陡南 岩平路三段 豐田工業區入口處 當時銀色休旅車不明原因衝撞 前方正在停紅燈的四台車 招失駕駛自己輕傷 卻害別人斷送神命 記者六邊還是新李雲杰 有您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再見囉 再見囉 谢谢观看